這樣的行為真的太誇張了 把提案的邊坡當成了越野道路 高雄鄰園區工業二路 26號上午有民眾目擊到 一群越野騎士疑似要上到提頂的上方 竟然直接從邊坡騎車衝上去 把邊坡當成了這個越野道路 導致草皮統統被破壞 那麼這群騎士還疑似有闖紅燈的行為 畫面曝光之後民眾直說是在好危險 現在相關單位將針對這樣子的行為進行開發 堤防邊坡居然有輛越野車卡在上方 一行人合力將車推到體頂上 隨後還有騎士有樣學樣 兩輛車成功後第三輛車也接連上去 這是原本大片綠色草皮 現場塗了一塊幾乎就要被破壞光 對啦 這裡有路可以走到 不然我騎這條我也沒辦法騎 我也沒辦法騎 我又沒辦法騎 叫人家要整理整理很久 整理的人在關口的人很辛苦 領導越野在眼前上演 民眾直喊危險 因為越野騎士衝破地點 其實是提案邊坡 現場在這裡 26號上午高雄陵園區工業二路 民眾直擊一群越野車騎士 直接把提案邊坡當作越野道路 上到提頂上方 一四闖紅燈 那看看現場提防有沒有損壞 放置了簡易的告示法規行為 違反水利法通知所有全能到 第七核專案分属來製作筆錄 以新台幣2500到5萬塊的罰款 那草皮損壞的部分 我們也會向行為人來做求償 據了解提頂上平常只開放行人通行 這回越野車騎士任意亂路 還破壞草皮 有省官幹還可能持罰單 記得我幫你家小資源高雄報導